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我们敬礼传承祖师 辽民和尚 撒迦正空上师 就是 多松仁波切 敬礼 十六四大宝娃娃 卡玛巴 敬礼 徒登大吉上师 敬礼坛成三宝 敬礼今天附魔的主尊 密教五财神 阿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唐主 各位同盟 还有网路上的同盟 今天我们的贵宾 有一位是非常特别的 他是 Jong Huck Jong Huck 就是贤卓先生 就是贤卓先生 他就是 恰扎 仁波切的侍者 目前恰扎仁波切 是洪教的最高精神领袖 洪教最高的精神领袖 谢谢 Jong Huck 他本身啊 是很多来美国红华的法王 不管是红 黄 白 发 都请他作为translator 请他做翻译的 他是跟着很多的法王来美国红华的时候 他就是翻译的translator 那么他本人也学习密法 他本人也学习密法 他本人也学习密法 那么也被认证为一个仁波切 佛佛的转世 就是Yong Huck 另外呢 他的师父 就是 也是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 师尊也是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的弟子 那么是师兄弟 那么他也是卡鲁仁波切 白教卡鲁仁波切的弟子 那么他也是 德松仁波切的弟子 就是撒迦胜空上师 就是德松仁波切 也是他的弟子 所以 这位这个Jong Huck 他跟师尊是师兄弟 是师兄弟的关系 谢谢他来 谢谢他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法会 那我们还有贵宾 中华民国住西雅图 谢明方师姐 他是乔务顾问 乔务顾问谢明方师姐 特丽莎斯姐恩的husband 庄静耀doctor 另外这个周恒博士 周恒博士 他是医学博士 也是一个医生 周恒博士 那么中天电视台 给你点上新灯制作人 西雅图师姐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很难得啊 这很久没有做这个财神法会 这个财神的这个附谋法会 一向都是很多人 这个今天来的这个跟这个做主体的比以前还多 因为最近啊这个经济不太好 就希望能够这个武财神啊能够加持大家 让大家的这个资粮增长 应该要给加班会的这个马上给 应该加薪的就加薪 应该这个拿到订单的就拿到订单 应该生意兴隆的 他生意就兴隆 反正大家现在这个念咒啊 On money coming home 有时候就念成 On money coming home 这个在人间是需要有这个 有金钱 有资粮 因为有资粮才能够修行 尤其是密教 你想自己供一个密教的谈诚 必须要花费很多的资粮 因为这个谈诚的主尊啊 大部分都是用金跟银 这些七真八宝 去把谈诚这样子做出来的 甚至他的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像 都是七真八宝 跟这个金跟银去雕塑的 所以以前那个古代的修行人常常讲 这个密负啊 密负啊 修密教的都是很有钱 密负 禅贫 就是修禅宗的大部分都很穷 密负禅贫是以前古代的人讲的 这个意思就是讲说 修密教必须要有一点资粮 你能够做自己的谈诚 那么一切的这个布置要非常的庄严树木 很庄严 而且五颜六色各种颜色都有 密负的谈诚啊 是最殊胜的 看起来最庄严最殊胜 而且金光闪闪的 这种谈诚是密教的谈诚 那么必须要有五财神 能够放光加持 所有的密教的弟子 都能够增长他的这个福分 福分要让他增长 今天我们修财神护魔 从今天开始 你们的福分也就增长 要升官的就让大家升官 要发财就让大家发财 要种乐透的让大家种乐透 诶 切实有种乐透的哦 我们很晓得以前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弟子 他叫做什么名字啊 收纳 莲花收纳 他真的种到这个 5500万的乐透 5500万的是第一特奖的乐透 是在美国 美国种的 美国种的有两个 第一个莲花收麦是 被我们这个 生活中的这个唐主 这个追到不敢来 莲花收麦 他种了乐透以后大家都知道啊 因为我把它写在书上 所以他不敢来啊 因为他来啊 那个唐主就追着他跑 就是要他尖起来 让他见雷杖士啊或者怎么样 所以他不敢来 那第二个种的 偷偷跑来跟我讲 他说失真我会种 这样子 那我就说 我给你宣布出去好不好 他说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我会偷偷的布施 那么供养师尊的 他说他偷偷的布施给 几个慈善机构 像红十日会啊 或什么样子看到 他都弄布施 用师尊的名义去布施 我说好了 你用师尊的名义去布施就可以了 就等于是供养我 这是一样的 在台湾雷杖士 同样的 他修这个财神法以后 他也中奖 我问说中奖的 站起来没有一个 然后我在摸顶的时候啊 他偷偷这个富耳朵跟我讲 我中奖啊 我中奖啊 不要讲出去啊 我说哦 摸顶的时候他才跟我讲 有好多个在台湾雷杖士中奖的 有很多个 都是摸顶的时候他才跟我讲 在这里希望参加今天法会的 跟网路上的 统统平等 福分增长啊 福分增长啊 财源广进达山江 那么我们提起密教五财神 这个 防财神 红财神 白财神 利财神 黑财神 这五路 五 密教五财神 放光 上面有五佛放光 接引幽民众等 广生清净佛国 以佛光来接引 广生清净佛国 希望也能够 熄灭灾难 增长敬爱 增长福分 增长智慧 那么所有的怨敌也能够退散 所有的怨敌能够退散 这是今天我们修这个财神附魔的最主要的 那么我们再谈洗金刚 这个洗金刚是有 是有很大的法力 是很大的这个法力的 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也要观想洗金刚的明灰 它的明灰是五我母 即八大佛母 它们的明灰正是一种智慧 明灰是代表着一种智慧 你看到这个密教的经典 所谓附系 附系的经典 是表示方便的经典 方便 显弱这个密教方便的经典 所谓附系的经典 是代表着一种智慧 这个洗金刚的佛母 代表着他的智慧 他们因为洗金刚的存在 才能够得到一种实际性的大安乐 实际性的大安乐 所以这个洗金刚跟他的佛母 跟他所有的明灰 都是一种 这个 一个是方便 代表方便 一个是代表智慧 方便跟智慧结合 就代表空 跟有的结合 空跟有的结合 就是密教的双生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 代表着方便的 跟代表着智慧的 代表着空的 跟代表着有的 彼此互相结合的一种智慧 就是明心见性的智慧 空跟有 都是代表着 像空来讲 就代表着智慧 所以有呢 就是代表着方便 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一种大安乐 是由洗金刚跟明灰的合一所发生的 这里谈的是智慧 谈的是智慧 你们本身这样子看过去 这一篇你们看过去 能够领悟什么就领悟什么 因为 洗金刚本身来讲 它是坚硬的 代表着坚固的 代表着地 它是坚固的 像我们 道心是永恒的 是坚固的 就像金刚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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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坚固的 代表着地 代表着水 是表示流畅 流畅 我们常常以前讲 这个富畅其流 这个财 钱财像水一样 钱财像水一样 钱财像水啊 那么它流进来都出气的少 这个资源就非常的丰盛 修洗金刚 也一样可以得到水 就是等于财了 在我们的身体 就明点就会增加 明点增加 修洗金刚明点会增长 修洗金刚 灼火会升起来 这个就代表着佛了 地就是坚固 水本身就是明点 佛就是佐佛 轰就是气 你运转身体的所有各种气 五种气最重要 上勤气 下行气 命气 偏行气 伙伴气 这五种 五种气是最重要的 这个地水佛轰 来讲就是我们身体的组合 也是宜昼一切万物的组合 那么 这个 像佛菩萨旁边有金刚歌 金刚舞 金刚华曼 金刚兮兮 这四个供养母 四个供养天女 比如这那佛旁边有金刚歌 金刚舞 金刚华曼 金刚兮兮 这是代表着 金刚兮兮 就是代表着合一 金刚歌是最美妙的 金刚舞 就是舞蹈 金刚华曼 装扮得非常的美丽 金刚兮兮 就是合一 也就是讲 空跟有合一 智慧跟方便合一 也可以这样子讲 慈悲 跟智慧的合一 方便就是慈悲 慈悲跟智慧的合一 你们要领悟到 这个所谓的双生 其实是空跟有的合一 是慈悲跟智慧的合一 这是最高深的一种智慧 最高深的一种智慧 因为喜金刚 它本身有最高深的一种智慧 这样子呢 你有高深的大智慧 能够开悟的话 你就会得到大的安乐 悉空跟真实的合一 空跟热的合一 方便跟智慧的合一 一刹那跟永恒的合一 禅定跟三摩地的合一 去体悟圆满跟摧拂一切的 贪 惩之 宜漫 激度 慈处 此时的行者就是超能的喜金刚 这位很大力量的 很有power的金刚神 你有了很大的智慧 你就没有恐惧 没有害怕 没有恐惧 不会颠倒妄想 这个 我现在谈奥林匹克运动会 有人问了 有人这样子问了 为什么中国的这个社籍的成绩非非常好 因为中国人习惯于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个里面有含义的 中国人习惯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是有含义的 为什么中国的脊重成绩那么好呢 因为中国人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的这种重量 这个都是这个是笑话 不要认真 另外 为什么中国人游泳能够拿到金牌呢 游泳呢 为什么能够拿到金牌呢 因为啊 现在北京的首都啊 也是游泳池 游不好是要命的 这个北京曾经淹水淹大水 大家都要协会游泳 所以他们游泳的成绩也不错 为什么中国的跳水队一直都很出色呢 因为他们现在啊 每个人都炒股票 都懂得跳水 这只是一个笑话 这只是一个笑话而已啦 那么其实我们得到智慧的 得到洗金刚智慧的 它不会恐惧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进入空性 就没有颠倒妄想 没有颠倒妄想 就不会恐惧 你不深入空性 你不了解空性 一般人 一般的人 他会颠倒妄想 他会颠倒妄想 一有颠倒妄想 一有颠倒妄想 就会产生恐惧 一有恐惧 他就会得这个 dipation 优异 就会得到优异 这里所说的大安乐 大安乐 不是世间的一种快乐 绝不是世间的一种快乐 世间的一种快乐 是短暂的 有时候也是痛苦 如果在哲学上讲 哲学上讲 一时的快乐 就是永恒的悲哀 哲学上有一句话讲 一时的快乐啊 就是永恒的悲哀 怎么会这样子讲呢 因为你追求那一种快乐 有时候你的灾祸会来临 因为乐后面啊 马上就是苦 乐跟苦啊 是相连在一起的 快乐跟痛苦 人间的快乐跟痛苦 是连在一起 你想要得到快乐 但是你结果拿到的是痛苦 这个有婚姻的 大家都有经验 结过婚的 大部分都有这个经验 你想要得到快乐 结婚的快乐 不一定是给你快乐 反而是得到痛苦 一时的快乐 就是永恒的痛苦 怎么回事啊 因为肚子有薄薄 肚子有薄薄 你就要开始为那个薄薄 养溢它一辈子 这时候你也会很痛苦 我不能够这样子讲 应该这个好像生儿育女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有时候 很多人也视为一种痛苦 女生啊一时的快乐 也是永恒的痛苦 男生啊一时的快乐 也是永恒的痛苦 好 那我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 说 说一群这个马 有一群马 都是母的马 母的马 那么 当中有一只公马 一只公马 那个牧场的主人啊 看到这只公马 哎呀好像年纪也大一点 他每天都很疲倦 他就给他放一只新的 新的 年轻一点的公马 年轻一点的公马 那隔了一阵子啊 这个牧场的主人 看到那一只 那个原来的老的这个公马 还是很疲倦 他就问啊 他说你 我已经换了一只年轻的公马 为什么你还是那么疲倦呢 那一只公马就跟牧场的主人讲 他说 他说 请你告诉新来的那一只 年轻的公马 我是公的 而不是母的 我们的意思是这样子讲啊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不管任何一个快乐 也都是痛苦的 一种痛苦的一种延伸 短暂的快乐 其实是一种痛苦的延伸 我记得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 这个 联合国啊 派出很多的这个 结役的专家 结役的专家到非洲去 因为非洲啊 他们 这个 粮食不够 但是他们生的小孩子特别多 所以就派出这个结役的专家 那么去到那里 希望这些这个 好像是说非洲的 这些人 不要生那么多的小孩 可以节省这个很多的粮食 那么去的时候啊 这些结役的专家啊 他就 拿着这个保险套啊 拿着保险套 大家知道的 拿着保险套 就给那些 那个男的 跟女的 通通都教育他们 每一对夫妇都教育他们 这保险套要怎么用 他就把他大拇指伸出来 那保险套就从这里放下去 套在这里 那这样大家知道吗 所有的那个非洲的这些 这个 人他们都知道明白了 结果 那过了一年了生意还是那么多 哇 这个小孩子还是一样那么多 这个就很奇怪了 我不是教你们这样子 保险套要这样放下去吗 这样把他拉下来吗 我说是啊 我照你们讲的 我们都套在这个拇指上 每一个人都套在这个 这个指头上 结果还是生意还是那么多 所以联合国也发现 生意多啊 生很多的小孩子也是很痛苦的 因为粮食不够的原因 那么我们讲这个洗金刚 地水佛风你足够修成的话 一般的瑜伽式 大瑜伽式 他的地水佛风的能力 他能够应用自己身体的地 地的力量 去修法把这个地震给他平息掉 能够应用自己身体的水的能力 去抗拒天下四量的乙 就是轰调乙顺 轰要调乙要顺 乙不能过多 但是也不能过少 轰不能过多 也不能过少 这个佛呢 一定要有佛 但是也不能过火山爆发 也不能热得太不像化 这个能够修行到地水佛风 能够自我操纵的 他也有他的很大的抛法 借着洗金刚的力量 他的抛法出来的话 可以控制日跟夜 有日神 夜神 地神 水神 火神 轰神 全部可以听令于他 这个就是洗金刚本身的很 非常大的这个抛法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有这个可能吗 事实上是有的 这个 反正我的事情都是很臭巧 我跟大家讲过了 师尊的事情很臭巧 师尊隐积在台湾三年半 连一个台 台风登陆都没有 全部转向 那师尊回台湾呢 也没有什么灾难 啊 今年 啊 今年 啊 我在台湾 一直到了5月27号才回来 5月27号以前 什么灾难都没有 水灾 啊 轰灾 火灾 这个地震 什么都没有 一回来 刚回来十几天啊 才两个礼拜啊 马上就前省淹大水 这个巧合啊 那一回来呢 台空就很多 但是现在我如果回去 我就不敢讲 因为又有台空要来 又会有台空的 还有一个地震 哎 我不能讲 不能讲 对 因为你看日本也地震了 日本也地震了 菲律宾也地震了 墨西哥也地震了 这个Gosriga 哥斯达黎加 也地震了 另外 这个 贵州 云南一带 也地震了 中国大陆 很多的地震 台湾 就在日本 跟菲律宾的中间 我们希望他 如果有地震啊 就小一点 如果没有那最好 因为我是从 我在台湾出生 如果有地震啊 就小一点 但是小一点 就违背了这个 这个天的旨意啊 怎么办啊 一般的现在的地震啊 都是 六点几 七点几 六点几 七点几 最好小一点啊 五点九吧 小一点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 他平安完全没有 因为今年水龙年 地水火轰全部倒 轰呢 就是台湖 火呢 就是天气干燥 水呢 就是烟大水 地呢 就是地震 你看今年的天气热不热 非常的热 这就是火 轰呢 就是台湖 水呢 到处都在淹大水 中国大陆跟台湾都淹大水 地 地震 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地震 都是不小的地震 希望那个佛菩萨加持 让所有的灾难能够退散 好 有时候啊 我也不能说自己 跨越自己是有power的 有大能力的 我跟本尊相运啊 我有power 我能够操控地水火轰啊 这个我也不敢讲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没有去注意 电视新闻 问题是这样子 我家的电视常常坏掉 我不知道有没有台风 有没有灾难 有没有世界有没有什么灾难 我常常问大家 最近有什么新闻啊 我回去的时候就修法 因为我知道有台风 我就修法 上一回有很大的台风要来 从菲律宾上来少 从巴士海峡这样子一直往上的 我就请求这个天上圣母啊 这个水神天上圣母 我们中国的天上圣母 加持让他没有灾难发生 结果那个本来是雷声很大了 那个台风我听说是很厉害的 整个台湾全部通通都有了 结果因为我们做了一次附魔以后啊 那个台风 那个台风既然啊 变成小片台风 小片台风这样扫过去就没有了 那个台风叫什么名字 你们记得吗 从菲律宾往巴士海峡吹 吹到北部既然会散掉就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大家都说那个台风是最大的 结果没有 这个算是我吹牛啦 也是巧合啦 这个小强跟小明放邪的时候啊 一起打着伞回家 这个路上呢 两个人开始就是 吹嘻自己的巴巴是何等的聪明 小明说啊 今天出门的时候阳光明媚 我爸爸抬头望了望天 叫我带伞 说今天会下雨 你看 今天就下雨了 我爸爸真是料事如神啊 这个小强就讲啊 我今天出门神 我爸爸也抬头望了望天 说今天你不用带伞啊 反正小明他会带伞给你 给你撑回来 我们真的料事如神啊 我这个下个礼拜一开始 下午四点半 要给大家重要的问事 你们问的最好是问法 最好是灌顶 求灌顶 求灌顶 或者问法 然后特别重要的事情 这三样 其他芝麻小事千万不要来问 像我家的猪啊 为什么不吃飼料 我家的鸡啊 为什么不吃米 这个不用问的 为什么我会长一点小小的皮肤病 这个用这个抗生素啊 或者是肋固醇的 轻微的擦一擦就会好 这个都不要问啦 而且喔 他还会来 皮肤病是这样子的喔 我告诉你 皮肤是有记忆的 他哪里出个东西 你把它医好了 下一次又从那里又再发出来 所以当皮肤割医生是很好的 第一个他不会被告 因为皮肤病不会死人啊 第二个 哪里好啊 因为 只要有痒啊 或者是他怎么样 他又会回来找你 第三个 永远治不好的 他钱永远赚不完 所以要当医生啊 选择皮肤科的医生 因为所有的病人都来啊 来的时候啊 不试给你泪固醇 就是给你抗生素 这个最有效的 一般的一般的也有 就是 擦一擦好一点又来 又来你又要找他 但是皮肤是有记忆的喔 大家记得喔 只要他有发展的环境 你永远治不好他的 我在台湾碰到一个皮肤科医生 他老实跟我讲 他说 其实皮肤病是治不好的 你把它擦一擦啊 这个细径就抖到里面了 等你的抗体没有了 它又出来了 你看 这医生亲自跟我讲啊 皮肤病是好不了的 对不起啊 这个 泄露这个皮肤科医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样啊周恒 啊 你是医学博士啊 对不对 对 把它压制下来 那 长久的不发生 就是你的幸福啦 洗金刚是没有恐惧的 为什么 因为你能够修到跟他相应了以后 空跟有结合 你就可以民心见性 你就可以民心见性 是没有忧愁的 像我来讲 师尊是没有忧愁的 大家讲2012年 12月21号 是世界末日 这个 玛雅民主 墨西哥玛雅族 他们的例子 知道 做到 2012年 12月21 以后就没有了 不管有没有世界末日 师尊都不忧愁 因为刚好了断 刚好了断 寄生成佛啊 对不对 再有一种更不忧愁的 反正大家一力平等 世界末日 大家一力平等 对不对 欠钱的也不用还 大家都快乐 对不对 欠钱的也不用还 反正 贫富 不管你富贵贫贱 一力平等 全部消亡 这个不是没有可能的 你太阳呢 弄出一个大的黑子出来 扰乱整个地球的所有的动力 跟它的磁场 这个时候啊 这个地球整个乱转 哪一个人能够佛啊 宇宙本来是靠磁 靠一种力量维持安定整个太阳系的 如果其中有一个星球 它产生的动性 这整个太阳系都会毁灭掉的 因为每一个球每一个球都互相牵制的 地球跟所有的太阳系的星 全部通通都是在那里固定的 靠着一种力量去维持 把这个力量切断 那地球整个的转动跟磁像 全部通通不同 通通不一样啊 人界就 人类世间就是全部毁灭 人间就没有 这时候啊 真的是平等性质啊 也没有恩啊 没有恨啊 没有爱啊 没有仇啊 没有厌啊 什么都没有 通通都没有 平等性质 通通一样 变成一个大言尽质 你有修行的 你到了佛国净土 不然你继续 寄生成佛 这样不是很好吗 世界末日 对我来讲 简直就是大安乐啊 那你们来讲 是不是我不知道 我也 我修行人 对不对 这个所谓亲贱 父母 兄弟姐妹 妻子 儿女 还有现在的孙子 当然我们会同情他们 年纪那么轻 一个才 都是十几岁 十岁 不然就第一十岁 这么小的 一个小孙女 一个小 这个 这个卢君 卢宏 一个小男 男孙 一个小女孙 那么小 不过小也好 因为他们还不懂事 还不懂什么叫做快乐 什么痛苦 一下子没有了 哇 也是大安乐啊 所以这个喜金刚是没有忧愁的 他是没有忧愁 他不烦恼什么 都没有烦恼 另外也没有悲伤 你说世界末日有什么好悲伤 世界末日啊 眼泪都没了 没有人 你说有人佛 如果有一个人佛 他那眼泪他也哭不出来 真的悲伤也没了 什么叫痛苦 一刹那之间全部没有了 这不会痛苦 大家一粒平等 不叫痛苦 什么叫灾难 根本也无灾无难啊 哪有什么灾难 这个一坛子间啊 切切 全部灭亡 灾难也不生了 也不算灾难了 因为有人才会有灾难 你说夜球啦 我常常提到夜球 夜球如果刮台空 夜球如果下大雨 夜球如果火灾 那么夜球这个喷火 这个火山喷火 这个夜球地震 请问有没有灾难 没有灾难的 在夜球发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一点灾难你都没有感觉啊 所以不用烦恼 既然没有灾难 也没有痛苦 也没有悲伤 也没有忧愁 也没有恐惊 一切颠倒妄想全部没有 一切颠倒妄想全部没有 所以我就以前讲啊 这个有人去吃牛肉面 这个牛肉 这个steak beef牛肉 去吃牛肉 beef牛肉 就讲说 老板啊 这个牛肉面怎么没有牛肉 老板就理直气壮 你吃夜饼里面有月亮吗 夜饼里面当然是没有月亮 老伯饼是没有老伯的 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 所以这些灾难 痛苦悲伤 忧愁恐惧 都是名词而已 在你修行人讲起来 全部都是名词 你不觉得吗 你如果修行 证悟了空性以后 这些东西都是名词 你有了证悟 什么也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你就修行成功了 你没有灾难 没有痛苦 没有悲伤 没有忧愁 没有恐惧 因为洗金刚是坚固的 是不坏的 是永恒的 是不死的 是大乐的 这位金刚的神 及明辉门 知道空性 一切都是由空性而出生 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 一切都是由空性而出生 有一个家人啊 经常打麻将 我们称为游泳 游泳 游泳 有一个家庭经常打麻将 有一天呢 这个小孩子去读书了 那么爸爸叫小孩子 这个认字 爸爸就写了一个口 一个口字 问儿子 这个是什么字啊 这个 儿子就讲 是白板 是白板 爸爸又写了一个东 东 东西南北的东 儿子就讲 这个是东轰 是啊 因为他们家里经常打麻将 这个爸爸就气的 就打拿他儿子一巴掌 我叫你认字 啪 就打拿一巴掌 这在美国是不可以的 打小孩子是不可以的 在这个台湾跟中国是可以的 把小孩子 五个巴掌 五个手印 儿子就 哭了 然后照一照镜子 说 对爸爸讲 什么你把五条打在我的脸上 这是麻将使家 中国人喜欢打麻将 现在外国有没有人打麻将 外国人也打麻将 五条手印 刚好是五条 五条 一个口刚好是白板 我们可以从这里去领悟这个喜金刚 喜金刚的定力是圆满的 这是一种很大的象征 它有很大的power 是一种大安乐的一种象征 根本就没有生 最一点最计划最重要 根本就没有生 也没有灭 也不会消灭掉 也没有生也不会消灭 这就是修行的过程 这种过程没有开始 也不会有结束 我们会领悟到 你看到花 就知道花有香 就可以知道这个花是香的 有了喜金刚才有大热 大安乐 真正的大安乐 有了着佛 才有光跟热出来 我们要修行什么呢 我们要修行 大安乐 就是大热 就是大热 修行着佛 它才会产生光明 修行着佛 才会产生热 才能够 因为中脉 当中的五轮 全部把这个五轮全部打开 你可以看见佛性 为什么要修气 就是因为气 可以把这个热产生出来 为什么要修行气 是因为修了气 你才可以升起着佛 为什么要修气 因为气也可以才让 可以让你的明点下降 从气 脉 明点 着佛当中 你可以升起一种真之实的大安乐 你才能够明心见性 我妈你别美好 我妈你也能够乱 是因为修行的 我妈你也能够把这些明点 要修行的 你不知了吗 你不知了吗